所以我很沉重的決定 要把我的影片更新的時間再拉得更長一點 嗨大家 歡迎回到台灣一哭 我是奈福頓 今天想要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頻道最近的近況 啊不對 是我個人最近的近況 然後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經營YouTube這五個月以來的一些心路歷程 所以今天就會有點像是跟大家聊聊天聊聊心事的感覺 那大概會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經營YouTube這半年以來的一些心得 然後也給一些想要開始拍攝影片的朋友一些建議啦 那第二個是我的頻道緊接著會發生的一些事情跟方向吧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我的頻道台灣一哭是一個專門飼養螞蟻 研究飼養螞蟻樂趣的一個頻道 因為我超愛螞蟻所以在今年的1月初創立了這個頻道 那到現在經營也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了 在這半年裡面我幾乎可以說是 不眠不休的狀態吧 為什麼會說是不眠不休呢 因為我本身是有一份正職的工作 飼養螞蟻只是興趣而已 除了飼養螞蟻之外 我還更喜歡跟大家分享 螞蟻的樂趣 還有一些飼養螞蟻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想要讓大家能更認識螞蟻 喜歡螞蟻 或者是想要讓 原本討厭螞蟻的人能夠改觀 甚至可以讓原本就像我一樣 非常愛螞蟻 但是不知道可以飼養螞蟻的人 也開始建立自己的螞蟻王國 就因為以上這幾點 我平常給我自己的壓力還算蠻大的 我在這過去的半年裡面 努力維持一週 至少出一部影片 所以我犧牲掉了非常多非常多事情 像是我犧牲掉了自己的休息時間 休閒時間 還有陪伴家人 陪伴朋友的時間 就像我剛剛有提到的 本身還有一個正職的工作 所以我平日下班回到家 基本上都是在想腳本 或者是拍影片 剪輯影片等等 有時候一個瞬間 專注一下 五個小時就過去了 甚至還要把整個假日尬上去 才可以把整個影片完成 就是為了讓對螞蟻好奇的觀眾們 有好看的影片可以看 達到我剛剛所說的 對螞蟻改觀 或者是 更愛螞蟻 所以這半年對我來說 時間過得非常非常快 開始製作影片的初期 熬夜感產出影片也是常有的事情 有時候太專注都忘記起來走走 甚至會忘記上廁所 忘記吃飯等等 我才想起來 原來這就是一句成語 廢寢忘食啦 經過這半年下來 我的身體漸漸感覺到 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明明沒有時間運動 但是量體重的時候 舒適卻往下掉 也有感覺到肌肉正在萎縮 就是因為沒運動嘛 上個月感覺到身體不太對勁之後 就有設定鬧鐘 最晚最晚一點一定要睡 早上早一點起來 一大早 七點起來繼續趕片 現在就感覺好多了 有人稱讚我的影片 看起來不像是一個剪輯的初學者 但其實往回看 看前面那幾支影片 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真的是今年年初才剛入門而已 我是從一個完全沒有經驗 完全不會剪影片 直接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 從想題材 想內容 腳本 拍攝 剪輯 經營粉絲專業 宣傳 回覆訊息 等等 都一手包辦 就一直這樣努力 蠻幹子 完全從零開始 然後從錯誤中學習 如果一遇到想要做的效果不會做的話 我就馬上上網查 甚至在休息的時候 也會看一些比較厲害的YouTuber 去看他們影片中的一些 拍攝的技巧 或者是剪輯的技巧 音效 背景音樂 等等的 然後去把它學起來 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不像以前 一定要上剪輯的課程 你才能完全的學會剪輯 搭配Photoshop 製作字卡之後 再把Photoshop製作完的字卡 丟回Final Cut Pro 整個過程非常的反覆複雜 而且每個字卡的效果 全部都要手動調整過 非常的浪費時間 所以之後研究了一下 就非常果斷的轉成使用 大多數的知名YouTuber 剪輯師愛用的 Adobe Premiere Pro 我跟你講 剛開始轉變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痛苦 介面完全不一樣 而且複雜非常多 整個介面雖然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也非常的自由 很多東西可以調整 對我來說跟Final Cut Pro 比起來真的是複雜太多了 大概經過了一個月 我就把一些比較常用的功能 跟介面搞熟了 但還有很多的功能 我沒有深入去了解 就這樣一支影片 一支影片的把它產出來 雖然大家看我的影片 好像短短的10分鐘 但是背後花了精力跟努力 真的是沒有辦法用言語形容的 在過去的這半年裡面 我一個禮拜至少產出一支影片 不只犧牲了我陪伴朋友 陪伴家人的時間 也犧牲了我精進昆蟲的知識 還有精進螞蟻知識 甚至精進剪輯拍攝影片的技巧 等等的時間 所以我很沉重的決定 要把我的影片更新的時間 再拉得更長一點 把影片更新的時間拉長之後 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去精進 昆蟲的知識 螞蟻的知識 還有拍攝的技巧 剪輯影片的技巧等等 也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思考 我頻道未來的經營方向 還有多了加熱的時間 可以去外面尋找適合拍攝的題材 讓我整個畫面的精緻程度 再次提升 還有最最最重要的是 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我身邊最重要的人喔 希望大家不會在我減緩影片更新頻率的時候 忘記我啦 還是要一直期待我的新影片喔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支影片的分享的話 記得幫我點一個讚 想看更多螞蟻相關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 順手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支影片喔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請持續鎖定 Ans from Mosa 台灣已哭 我是奈普頓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感謝你有把影片看到最後 那最後的話 獻上我清唱的歌聲 我已經很久沒有在鏡頭前面唱歌了 OK 那就直接來囉 Tell me something boy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Eating hardkeeping is so hardcore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gin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I'm off the deep end Watch as I dive in I never meet the ground Crushed to the surface Where they can hurt us We're far from the shallow now OK 大概是這樣啦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啦 感謝大家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掰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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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